记者郑伟齐台北报道,桃园机场旅客量不断成长,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,如何兼顾服务品质与营运绩效,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导入科技智慧设施。 桃园国际机场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国表示,桃机宪正进行Ibacon系统建设,目前刚完成招标作业,预计明年中就可在第一、二行下完成建制,提供旅客导航、导购、导览、导资及导流服务,透过科技应用,让旅客到机场后,不用担心看见庞大人流就有压力, 也不用担心对机场部署,在庞大空间揉迷路。根据国际机场协会,ACI,机场流量统计,2017年全球机场客运量成长6.6%,国际货运量成长7.9%,桃园国际机场2017年服务的旅客人数,已经逼近4500万人次,国际货运量也超过225万公吨,均创下历史新高。 淘机公司创新中心因应旅客多元需求,要提升旅客使用机场体验,迎接全球标杆机场挑战,并配合机场扩充成长,提升营运管理效能,将导入机场I-Bacon系统。 根据国际航空电讯协会,SITR,统计,目前已有44%机场导入I-Bacon系统,该系统主要是旅客下载APP并开启蓝牙后,就能利用机场室内导航服务,在多个行下中避免迷路。 淘机公司表示,明年中启用初期,主要是提供旅客机场地图导引,设施指引,航班资讯,登机提醒,店家优惠讯息等功能。 对淘机公司来说,也可获得旅客行走路线,冷热区域,停留时间,消费情报等资讯,让未来规划机场空间,服务设施时,能更贴近旅客需求,就机场管理来说,该系统也可达到人员掌握,现场指挥调度等功能。